大家好,欢迎来到善意讲装修,陪您把房子变成家,我是善意 从上期开始,我启动了一个新的系列,打算和大家好好聊聊家具 作为一个专门写装修家具家电建材的自媒体兼up主 我一直以生产干货知识为己任 2018年,我是日更小能手 每天都会以解答问题的方式和大家随便聊点装修知识 2019年,我改了下风格,开始以每周两到三更的方式生产深度硬核干货文章 一般最低次数是5000起,很多评测都是1万字以上 经过这次调整以后,我惊喜的发现,读者人群当中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低 而且男性读者比重越来越高,真的很惊喜 2020年这个开局大家都看到,我自己也是一个有生意的人 虽然不至于上天台选位置,但要说过得有多开心多happy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日子还要过,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为啥不能更开心一点呢 做音频视频的工作量比单纯码字多了好几倍 但欢乐和成就也在成倍增加 新的形式还在磨合,以我媳妇听过之后的反馈来看 这种形式应该可以帮到更多年轻的朋友以及女性观众 我没说错,就是年轻 这种求生预测试还难不住我,好吧 是不是有更多女性观众不重要,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好了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进正题 买家具,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本期是买家具,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的第二集 我是本档栏目的主理人,善逸 还记得上一集讲了什么吗 对,是石墓家具 石墓家具是有国家标准定义的 有些石墓家具之所以便宜 可能是因为选材不够好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木材才算好呢 传说中的红木家具和硬木家具都是什么鬼 从本期开始,我将陆续给您揭秘各种木材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家具叫红木家具 而且一提到红木家具 你脑海里肯定会浮现出一堆中式古典家具的样子 如果有人搞了一个欧式的床 然后告诉你这是红木家具 你多半会觉得这人有病 你看,红木明明是一类木材 但却被锁死在中式古典这个风格上 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刻板印象 而这种刻板印象导致了两个恶果的出现 恶果一,好木料只能用来做中式古典 否则呢,卖不上价 恶果二,做个中式古典 就可以谎称是红木收割至商税 小黑板,这里可以记一下 红木不是风格,也不代表风格 红木只是人为划定的一些木材的统称 用红木做欧式风格或者美式风格可以吗? 当然可以 欧美国家一直都在这么干啊 要不然你以为他们买那些名贵的木材干嘛? 而自己家打扮成明清古风吗? 这里多说一句 红木虽然也有国家标准 但没有长期进银其中的话 想入门都很难 大家想靠白嫖我视频把自己变成红木专家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红木水深 很容易上当 非战斗人员就别掺和了 后面我会举例证明 回来咱们继续看分类 所谓红木 其实是中国独有的分类 而红木的另外一种叫法是 深色名贵硬木 深色和名贵我们先放一边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硬木 而且你没猜错 硬木相对 还有一种木材叫软木 什么硬木 什么软木 这和怎么挑选家具有关吗? 当然有关 而且算是一个基础 就像你要买车 那么什么是轿车 什么是SUV 这个问题啊 你就必须要懂 只有你对汽车的整体 有了一个大的认识 你才能进一步去了解 不同款式之间的区别 有人会说 我买车就想买奔驰 宝马 宝石街 劳斯莱斯 我不管什么轿车 什么SUV 我就打算买个大品牌 这位土豪同学呢 请您先坐下 首先感谢您的耐心听讲 但是很遗憾的告诉您 也许汽车行业买个大盘还可以 毕竟汽车工业技术含量很足 而且开出去呢 确实有面子 但是在家具行业 您这么搞啊 其实只是多交智商税而已 技术含量并没有吹嘘的那么高 而且你也不可能 每天扛着自己家的床出去逛街 炫富也只是在您卧室内的小范围操作 夫妻啊 都已经坦诚相见了 你何必还要搞这个面子工程呢 是吧 我建议你把省些的钱打给我 我还能多出一些好内容造福世界 还是回到硬木家具和软木家具的分类 为了让你搞清这个概念的意义 我们来做一个思维上的小游戏 你可以假想石墨家具是一个房子 那么硬木家具和软木家具 就是其中的两个房间 而各种木材是归属于 这两个房间的一个个柜子 你要先在头脑里画出这样的结构 后面关于木材的知识 才可以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否则你一推开这个房子的房门 只能看到满地的衣服鞋子和杂物 你学过也和没学过一样 享用的时候依然什么都找不到 小黑板掏出笔记本 把我上面说的房子和房间自己画一下 这样更有助于您理解这种分类 那么到底什么是软木 什么又是硬木呢 看名字似乎应该和软硬度有关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 硬木里也有一些软骨头 而软木里面也有一些硬汗 真正用来区分软木和硬木的是树种 也就是树木的种类 如果你生物学的足够好的话 那软木指的就是螺子植物 而硬木指的则是被子植物 生物学理解不了的话 就用树叶状态也能区分 软木指的就是叶子像针一样的针叶林 而硬木指的则是叶子比较宽大的阔叶林 之所以叶子的形状不一样 其实也是树木的生长地理环境决定的 真叶林一般生长在寒带和亚寒带 靠近地球的南北极更近 气候更加干燥寒冷 比如中国的东北 俄罗斯 加拿大 北欧等地区 阔叶林一般生长在温带 亚热带和热带 靠近地球赤道 气候更加潮湿温暖 比如说中国的南方 东南亚 非洲南美等地区 这些应该好理解多了吧 毕竟是小学地理课就学过的 软木中最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松木 包括张子松 辐射松 花旗松等等 硬木这个阵营里 各种木材大咖就更多了 属于红木的小叶子坛 黄花梨等 以及非红木硬木 像橡木 橘木 垂曲柳 黑胡桃等等 这些啊 你现在都不用记 不是因为不会考 而是你现在记了呢 也理解不了 不要急 后面这些重要的木材啊 还会一一出场 到时候再记也不晚 再强调一遍 虽然名字叫软木和硬木 但是软硬 并不能体现到每个树种上 比如硬木当中 经常用来做抽屉的炮筒 就很软 北方很常见的阳树 也不太硬 同时有一些软木 比想象的要硬 比如 落叶松的硬度就不低 北美花旗松也不错 而且这两者 都比阳木的硬度要大 既然与软硬无关 那为什么还要区分软木和硬木呢 答案与你的钱包直接相关 因为软木的产量远高于硬木 软木价格低 硬木价格高 当然啊 具体的价格还与关税市场 以及木材等级等多种原因相关 但总体而言 软木还是会更便宜一些 关键的问题来了 分类我已经懂了 那到底选软木还是硬木呢 按道理啊 红木家具确实非常好 不考虑价格可以作为首选 但问题是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 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千百年来 中国境内的红木一直在减少 有种说法 之所以正和后来不下西洋了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适合坐船的木头用光了 你看看 正和那会儿就把好木头都用没了 它能不贵吗 好在 就算离开红木 我们依然还有其他硬木和软木可以使用 而且不见的就一定比红木更差 事实上 个别特别能打的普通硬木 比如北美的黑胡桃木 价格上已经比很多所谓非洲弹木更贵 美国人也会为了图便宜而去买所谓的南美胡桃木 同时 还有一些软木做的家具 质量也不错 虽然算不上名贵 也没那么亮眼 但作为普通的实木家具使用 一点问题也没有 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不必纠结 OK到这里关于软木家具硬木家具和红木家具的区别就已经讲完了 看看你手中的笔记本上面应该有一个叫做实木家具的房子 这个房子里有两个房间一边的叫软木家具 另一边的叫硬木家具 在硬木家具这个房间里还嵌套了一个小房间上面写着红木家具 而且你也知道了红木其实不是一种家具风格 硬木也不一定就很硬 而软木呢 也不一定就真的很软 但是软木是真的会便宜些 了解了软木硬木的划分 你也就解锁了为啥有些实木家具很便宜的第二种可能 同样的工艺 用软木比用硬木更便宜 而普通硬木还会比红木更便宜 那么软木是不是就一定不值得买 而红木就一定比普通硬木和软木好很多 我希望您能结合自己的需求找到自己的答案 虽然软硬可以区分好坏 但用软木和硬木并不能 品牌很可能是消费主义在洗脑 用名贵标榜木材没准背后隐藏着骗局 很多人愿意看例子 好咱们再举几个例子 先来一个震惊业内的红木造假事件 如果你前几年关注过红木市场 一定听说过一个叫连某红的红木品牌 这个把广告打得到处都是 甚至还在央视播过广告的品牌 号称终身无理由退货 并在微信群里用五毛起拍的方式拍卖海南黄花梨家具 海南黄花梨学名酱香黄谈价格昂贵 一斤就要几千上万元 表面上看 这好像是一个准备把自己裤衩当掉 造福天下百姓的良心品牌 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概念上做文章 消费者买到手的根本不是海南黄花梨 而是红酸汁和黑酸汁价格相去甚远 海南黄花梨虽然是俗城 但约定俗城 纸带还算明确 可是连某红却不这么想被举报之后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们不执行红墨国家标准 按我们企业标准这些都是海南黄花梨 你相信俗称是因为你贪便宜 与我们无关 能把骗局说成是消费者活该 再次刷新了厚颜无耻的下线 事后网友戏称 连某红卖的不是海黄 而是连黄 这概念陷阱玩的简直666 连黄爆出来之后 连某红倒了吗 很遗憾 并没有 再来看一个例子 网上买红墨家具靠谱吗 下面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很像红墨家具 样子很古典 还有雕花 猜猜多少钱 淘宝这一套1加2加3的沙发再加茶几 价格还不到5000 是不是诱惑力十足 至少看起来还是很红墨的嘛 但实际上 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红墨 它只是利用了你对红墨的刻板印象 这些家具真正用的材料是红春墨 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 这个商家呢 至少还是很诚实的 人家没告诉你是自己定义的海南黄花梨吧 那么红春墨是啥呢 卖红春墨木材的人会明确告诉你 红春墨可以充当红墨 同时红春墨木料的价格并不贵 大概就是高级别松墨的水平 那么当你已经知道了 这并不是红墨之后 这套不到5000元的家具 还值得买吗 再想一下 如果换成是松墨的 你还会愿意花5000元购买吗 不要低估 每一个消费市场中 可能潜藏的概念陷阱 它们从来都是韭菜收割机 而且还是你自己送上门的那种 如果本集确实让您对买家具有了新的想法 不妨再刷一遍 也许还有更多收获 感谢大家的三连和关注支持 本集买家具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到此结束 我们下集再见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